感恩 真的内心无比的感恩和感激 不自觉的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2022年4月份 我发现我女儿出现了眨眼睛的问题 特别严重的眨眼 带去医院检查是结膜炎 开了眼药水 滴了两个礼拜不见好转 我就从网上查 看到症状是抽动症 害怕担心充斥着我的心 如果真是抽动症的话 我内心直接接受不了 健健康康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突然抽动症呢 然后跑到儿童医院 看了神经科 眼科心理科都查了 还做了食物不耐受检查 最后医生说没啥事 怀疑是抽动症 回家放松 不要给孩子压力等等 开了很多要回家 我在网上查了资料 抽动症本来医学无法定义 也只不过是查不出来后 才定义为抽动症的 我也看了很多宝妈的分享 吃那些药本没有什么效果 一旦停药 那就会是一个大爆发 甚至比以前更厉害 西医不能考虑了 那就看中医 经过朋友介绍 又天天跑着找退休 老中医推拿 眨眼频率少了一些 但还是有 孩子也不能去上幼儿园了 天天在家各种忌口 我们家的生活彻底被打乱 后来同事跟我说 要不你找人给看看 是不是吓着了 经过找人给看了后 人家说是吓着了 不是抽动症 找完看是人后 孩子眨眼确实明显好了很多 但是很不稳定 偶尔好一些 偶尔就有频繁的眨眼 我还坚持天天开车 带孩子去推拿 孩子运车吐 那段时间孩子被折腾的 我看着真的心疼死了 我的孩子依然没有彻底好 眼睛还是眨 时好时坏 我婆婆在家也哭 我也哭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的生活还能回到以前吗 孩子还能好吗 我每天一泪洗面 突然那几天我就有了念经的念头 感恩菩萨慈悲啊 没有放弃我 因为在找开世人之前 我就在网上结识了师兄 他发了一篇文章 他念经把自己孩子抽动症念好了 那会我就加了他好友 他也结缘给了我法宝 但是业力的牵引 让我没有相信他 信息我也不看 我觉得念经好麻烦 我怕我自己念不明白 然后我就把法宝装起来 放到衣橱上面去了 在这里我要向菩萨忏悔 向师父忏悔 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我竟然不相信 菩萨来救我了 我竟然还怀疑 我让他给我推荐了我们当地的师兄 带着我学习念经自救 师兄跟我讲了他的学佛经历 增加了我的信心 就这样我在今年七月份捧起了经书 开始了我的学佛修心之路 可以说 我是被我女儿推着学佛走进心灵法门的 如果不是我女儿眼睛的问题 我不可能学佛 我感恩菩萨没有放弃我 感恩菩萨没有嫌弃我 让我遇到了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 我在拗口又别角的念了一遍大悲咒 一遍心经后 我感觉好难呀 根本念不下来 但是我想想我女儿 这点困难算什么呢 孩子不好的时候 我死的心都有了 我还怕念经吗 第二天我念了几遍大悲咒几遍心经 我眼睛疼肩膀重沉 两眼发黑 没有力气 我就跟师兄联系 师兄告诉我刚开始念 慢慢就好了 就这样我坚持着 师兄给我结缘了小佛台 我在念经的第二天 梦到了师父来我梦里 梦里一碗蚂蚁 师父把碗里的蚂蚁倒出来 指着碗里的蚂蚁告诉我 这都是我的业障 灵性 师父慈悲的跟我说话 告诉我 让我要好好的修养 念经第三天 我看我女儿眨眼 内心崩溃 我就求菩萨 求师父 能不能告诉我 我女儿到底需要多少小房子 什么时候能好呀 我哭得委屈 伤心 我这几个月压抑的心情 都爆发了出来 我对着空气 跟菩萨妈妈悲伤的诉说 求求菩萨告诉我 我女儿怎么样才能好呢 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在卧室门口 清晰地告诉我了一个数字 一三 我第二天醒来再想 难道是十三张小房子吗 这时候 师兄已经开始让我念小房子了 我就给孩子许了二十一张 那时候太难了 念不动啊 经文也背不下来 每天早起捧着经书念经 累得直伸脖子 因为自己也有业障 刚开始念经 浑身难受 我就咬牙坚持着 从一开始两天一张到现在的一天三四张 神奇的能量不断的增加 这都是菩萨慈悲给我的加持啊 我开始念经 就许愿终生不杀生 不吃活物 活海鲜 初一 十五吃全素 先许了一个礼拜吃素 我许愿我自己和我女儿各放生一千二百条鱼 后来许了每个月二十天吃素 神奇的是 我以前的胃疼不疼了 早晨起床口臭没有了 大哥也消失了 每天手脚麻木也消失了 牙疼也好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女儿的眨眼也好了 但是我从来不敢懈怠 我知道我们的债还没有还完 菩萨慈悲 让孩子眼睛好了 但是我小房子从来不敢停 我每天努力的念功课 念小房子 念礼佛大忏悔文时 我很多次在菩萨面前泪流不止的哭 从内心的忏悔 知道了一切都是因果循环 有一次晚上我上香又莫名的哭 非常的感恩菩萨 想念师父 我很遗憾我进入心灵法门太晚 师父已经涅槃 我无缘在人间参加师父的法会 九月三日 我女儿脸上起了失诊式的疙瘩 用药三天不见好 我许愿帮她念诵一千遍往生咒的第二 天见好转 第三天彻底好了 九月十日 女儿有点咳嗽 嗓子疼 我调整了功课 加了五遍大悲咒跟二十一遍功德宝山神咒 两天就好了 我因为帮我女儿许愿 一个礼拜内念诵一千遍往生咒 被夜未疼 疼了三天 黑天白咒的疼 我就求菩萨慈悲保佑我 我念诵了四十九遍往生咒 加四十九遍解节咒 立马好了 不疼了 然后我就把女儿的往生咒在一个月内念诵完 立马给自己又许了一千遍 自从我学佛念经开始 孩子眨眼好了 体质也变好了 去幼儿园都可以满琴了 以前从来没有上过满琴幼儿园 经常请假 现在每天都去幼儿园 连幼儿园老师都说孩子体质便好了 他们班级 有一次五六个孩子 同时得了泡枕信念 夹炎 我女儿竟然躲过了 我真的都不敢想象 我知道这是我给她念经的改变 是菩萨慈悲的保佑 如今我一分钱没有花 我就在家里念经 我把我女儿念好了 我连烧送小房子用的盘子 镊子都没花钱买 都是师兄们结缘给我的 感恩师兄们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改变了很多 我的孩子也好了 我的家庭也更和谐了 我内心的贪欲也变得少了 我再也不说脏话了 对很多事情不再那么的愚痴 无名 虽然我还有很多的毛病没有改掉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再一点点的进步 再一点点的洗去自己的污垢 是佛菩萨的慈悲加持 让我再一点点的改变 唯有更加努力精进 才能对得起菩萨对我的慈悲 师父对我的慈悲 再次我感恩在这条路上遇到的各位师兄们 他们教给我怎么做功课 怎么念经 怎么收送小房子 给我解答我所有的疑问 他们不怕备业的帮助我 努力的拉我上岸 带我去放生 给我结缘法宝 告诉我一定要正信正念 相信师父 相信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在人间留给了我们如此好 如此殊胜的心灵法门 让我们在人间找到光明 走出黑暗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纳摩世家谋尼佛慈悲原谅 请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兄们悲 我们来看 在阶段 阶段 嘿 嗯 好